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果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 有部分症状就会被控制 比方说尿瓶 尿疾 电尿 尿不干净 盘尿的困难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我们不规范的治疗 那么患者有可能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丰发症 比方说尿周流 善良都不吸水 神功能的不全 膀胱的结石 海附的血尿 不得尿路 感染 膳气 痴疮等等 那么对于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讲 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范的治疗 和非常一个严格的随诊 在病床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 没有症状 患者可能认为火球之瘀 那么其实呢 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地停一段时间的药物 那么很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呢 随着幼婴 放出寒冷啊 饮酒啊 疲劳啊等等 症状还会进一步加重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因此呢 前列腺增生呢 一旦罹患之后呢 基本是一个公身性的疾病 我们一方面呢 是需要规范的治疗 一方面是需要规范的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上